微解封但是禁止宗教活动 苗栗白沙屯拱天宫 却出现了进香活动 神教看来是粉红超跑 不过并非拱天宫白沙屯妈祖本尊 是来自新北土城 签化修道院 粉红超跑太显眼 也有网友说难怪这两天 有人po在路上看到了 粉红超跑 拱天宫表示 对方之前联系来进香 因为疫情延后 微解封之后又说要来 但是庙方婉拒 最后让神明入庙过一夜 信徒没有进入 除了拱天宫 进香队伍也去了三边妈祖宫 短暂停留 昨天他们在我们没有预知的情况下 来参访 他们有神教 可是他是屏外面 必没有入到那一店里面 然后差不多十几分他们就走了 进香队伍从新北土城 到苗栗白沙屯拱天宫 单趟距离将近一百公里 徒步要超过二十小时 估计进香时间不是一两天可以完成 虽然为解封 但是还禁止宗教活动 民政处表示他们违法了 影片看起来的话 应该是所谓庙对庙之间的 一个进香活动 三期警戒期间 他是禁止任何 进香烙进幅度的 进香队伍还在路上 对于会被开罚表示冤枉 说他们九人出发 其他人自己加入无法掌握 为何在宗教活动 还没解封的时间要进香 则拒绝说明 TBS新闻谢鬼金无数评 苗栗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